我们同情祷告 亲爱的神 你是本为善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很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如今在今天早上 我们一同地敬拜你 我们一同要听你的话语 求你赐加你宝慧的恩典 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 都有精神 有美好的耳朵 我们听见 就一同地相信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在这 在两周前我跟大家 思想生命当中 亚伯的经历 我们都很期望 我们再 看到亚伯被神降福 以及这种争斗的本性 能够得到改变 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同成长 当我们走过河水的时候 或者我们是瘸着腿 但我们却有新的名字 得到祝福 进入迦南的应许地 尽日神的爱是举足轻重的 在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的思想神是爱这个题目 我们会在约翰一书里面 一起思想神是爱的意思 神是爱 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前摄 但是在今天的人 他们会质疑 神是爱的这个教义 今天人的问题就是 神是不是真的爱呢 有些神经历就说 是 神是爱 因为神是大能者 神是能够绝对的控制一切 神的全能 是不能被超越的 神是能够最终胜过邪恶的权势 所以当灾难临到 当野蛮人伤害我们 当战争频繁 我们有一些人 就也还是会继续相信 神是坐着为王 祂是掌管一切 他们都很相信 一切灾难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这些有限制的人 是看不到所有的原因 所以 他们说 人要有信心 等待神死亡的日子到的时候 就可以面对面见到神 见到祂的荣耀 明白祂的傲弊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要相信神 是全能的神 那另外一些人 他们看到现实 是充满了 很多困扰斗争 他们不得不说 我们真的需要去讨论一下 过去大家所说的神是全能 这样一种说法 施兜德 肯尼吉是一位圣公会的牧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他担任英国的战地牧师 去了那场战争 回来 他学会一个字 他说假如 在战争当中 神是全能这个教义 还是无法让人相信 在今天欧洲 所谓神是全能 这个教义 就更令人难以相信 他说神死了 因为神无法成为贫穷者的食物 神做不到任何事 他又说 在今天 连那些敬钱的人 都要把神 把神从口中吐出来 意思就是说 在历史中给我们看到 神不是全能的 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卡米欧 写了一本书叫《瘟疫》 这本书的布局很简单 就是发生了一个 不明来历的瘟疫发生 就令整个城市变成疫区 有些人因为瘟疫而死 有些人 就因为这个瘟疫病得很重 后来最终得到医治 又有一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瘟疫对他们没有作用 无论如何 后来灾难消退了 那这个故事 是没有特别的英雄人物 就是有一位医生 用他的眼光来描述这段时间 这个医生的名字叫李亚 李亚不是一位 很热心的信仰者 不是一个热心的信徒 但是在灾难开始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的弥赦 他听了一位神父 叫帕拿鲁神父 那次他的演讲 他的宣讲是很有感情 神父就宣布说 亲爱的弟兄啊 灾难已经临到你们这里 这是你们当受的 神父的理解 传统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灾难临近 那是因为神的愤怒 要洁净人类 要洁净你们 帕拿鲁神父 说完这一段之后 他就去医院 看望一个小孩子 他记得那个小孩子 真的年纪很小 心里觉得很难过 那么小的小孩子 怎么可以病得这么重 这么小的小朋友 怎么可以说 他是被神所审判呢 所以他回到自己的讲坛 他讲的道 要抵消他之前所说的道 后来神父死了 他这次死也不知道 是怎么死的 因为无病无灾 突然就死了 医生都说他很奇怪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 根据小说的布局 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神父 他的死是因为他 信仰破产 心碎而死 他一生人就不是一位神 但是那一位神 偏偏是编剧性的失败 Labi Kushner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当恶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拉比和他的太太 发现他们的小儿子 亚伦患了早衰症 早衰症就是说 一个孩童会很快变成老人家 十几岁就会离世 这位拉比要明白这个悲剧 他重新所思考 他所信到神 他所信的神 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究竟那一位神 是一位全能的神 还是那一位神 是一个圆寝 完全慈爱的神 两者能不能坚合呢 拉比的决定就是说 不能 只能选一个 他的结论就是说 神 是全然慈爱 他就说 神在人间的灾难中 会感染 会感染一些人去帮忙 这些人去帮忙 那些受灾难的人 面对生命的痛苦 叫他们不要觉得那么孤单 不要觉得被排斥 不要觉得被审判 不要感觉到被审判 所以这个拉比就说 神从来没有带来悲剧 神也从来没有防止悲剧 神指示 在悲剧当中 叫更多的人 出来帮忙 帮忙那些有需要的人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赞成 这个拉比的看法呢 或者有一些人会觉得 是有一些道理 但我们不能够停止在这里 于是有人就会问 这是不是代表 神是爱的观念 取代了神是权能的观念呢 这是不是说到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呢 是改变不到现况的呢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当然不是 我们是不需要 把神是爱的观点 来取代神是权能 这个观点 我们也说 我们也相信 就是说神不是没有能力的 神是有能力的 这我们可以回到约翰一书去看 首先在约翰一书当中 我们看到 神是一位 神不是一位 不是一位软弱无能的神 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给了一个答案 就是说 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上帝是光 这个光是会继续的照明 黑暗的力量 是不能够熄灭光的 光照在黑暗当中 是会照进人的生命底 没有错 我们相信的神 在许多时候都是很安静的 我们相信的神 是没有摆架子的 但我们相信的神 是很坚定的 他必然胜过黑暗的权势 无论环境是如何的幽暗 神都能够提供光明 提供新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根据约翰一书又说到 神不单只是光 神还是爱 第八节 没有爱新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是爱 在第四章出现了两次 就是刚才所读的 四章八节和十六节 在希腊文中 爱这个字 有四种不同的讲法 而只有两个用法 写法 是出现在我们 新约圣经中 其中一个就叫做 Fileo 它的名字叫 是Philia 意思就是 一种很有情感的爱 这个动词表达出一种 相熟 一种感情 很熟很开心 很喜欢 所以当耶稣基督 描述法利赛人 是很喜欢 站在 在大街上 假扮成 很近 且 长时间 祷告的时候 约圣基督用的这个词 就是Fileo 所以Fileo 这个爱的动词 不单是表达了 不单是表达了 弟兄姐妹们 互相看到那种 很开心 很喜欢 很舒服的感受 并且也表达了一种 不体面的情感和行为 另外一个用词 在新约中 圣经中 出学的希腊词 叫Acapal Acapal 名词是 Agapi Acapi 这个词 这个爱 这个词 就在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神爱 世人 这个爱 就这个字了 就是Agapal 这个词 在约翰一书 是和Agapi这个词 常常出现的 所以约翰一书 所用的爱 不是Fileo 不是一种 很喜欢 很情感 很舒服 那样的感受的爱 约翰一书 所说的爱 Agapi 是一种 把生命 交给对方 offer给对方 的爱 是一种 自我牺牲的爱 是一种 不计较代价的爱 是一种 甚至 与个人的期望 同个人的兴趣 同个人的利益 有冲突的爱 神就展示 这种爱 神就是这样的爱 神是爱 神就是一种 牺牲的爱 Agapi 当约翰 讲到神是爱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神所有的行动 都是与他的爱的本质 是相关的 所以当他创造的时候 他是爱他创造的本质 本质就是创造 当他救赎的时候 就是按他爱的本质 去救赎 当他去惩罚 审判的时候 他是按他爱的本质 去惩罚和审判 神的本质 就是一种 自我牺牲的爱 在先前 我们讲到 神是爱 是基督教信仰的 一个重要情节 神是爱 是福音的中心 神是爱 这种讲法 是一种 很重要的定义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 要记得 神是采取主动的 神的爱是采取主动 所以圣经说 不是我们爱神 而是 而是他先爱我们 神的爱不抽象 神的爱是很具体 具体到一个地步 就是差遣他的儿子 到这个世界上 牺牲自己赎去 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 为我们代赎 以至于我们有生命 除此之外 约翰又说出 这些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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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表明 他们是神所生的 他们是认识神的 那些不爱的人 那些不爱的人 他们是不认识神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已经爱我们了 所以神既然爱我们 我们不去爱的话 我们根本就是不认识神 换 导过来说 就是说 我用我们去爱 我们才能够去认识神 去接触神 整体来说 在约翰御书所说的爱 是什么呢 说那神的爱是 无法计算 是无条件带来宽恕的 这是神的爱的事实结果 所以这个充满神的人 充满爱的神 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 约翰耶稣也说 你们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无法计算 无条件宽恕的神的爱 不会对人的罪无动于衷 不会前者忍得不尽前错谬 不要这样以为 不要以为神的爱 神会按他爱的本质来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 约翰一书 很清楚地说到 光和暗 真理和谎言 正义和不公义 美善和恶 神和魔鬼 基督和敌基督 生命和死亡 这是约翰一书 所说的神是爱 这个意思 从一个世人的观点来看 在上面我们说 神是爱的福音讯息 是难以明白的 因为世人的观点认为 神是权能的话 神是能够做出一切的事 掌管一切的事 操控一切的事 有权能就能操控 有权能就控制所有的人 但是 圣经一看一书所说的 神的权能 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 操纵人的权能 神的权能 是与爱不分开的 神的权能 是爱的权能 神的爱 是神权能的本质 这种神的权能 是神的爱的权能 是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 和教导里面看到的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是和那些软弱贫穷的人 一起吃饭 他爱他们 医治他们的身体 医治他们的心灵 将家眼的看见 像龙的听道 像掰的行走 叫找大麻风的得洁净 他宣布神是恩慈的神 不会抓着我们的罪行不放 只是给予我们 完全的无条件的宽恕 并且他不单 不单是说 他并且把他所说的 他投身在他所说的 最后被钉死 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为我们牺牲 但他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 他没有做出任何的暴力抗争 他只是默默地走向死亡 他与他爸爸一样 要宽恕所有人的罪 也宽恕那些 把他钉死那些人的罪 耶稣基督是有权能的 耶稣基督是有宽恕的权能 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所说 所做的 我们看到 他不是母无能为力 耶稣基督的默然 不是软弱 不是无能 耶稣他没有从十字架走下来 没有避开这个十字架 这个做法不是指他没有能力 而是相反 这正是一种权能的表现 他选择仍然在十字架上面 这种权能 是爱的权能 这种权能 是为了他人 爱他人的权能 这就是耶稣基督 升教研教的好消息 神是爱 神不仅是爱 神的爱就是权能 神的权能的标记 就是爱 除此之外 耶稣基督 也呼我们这般 跟随他的人 去祈求那种 有权能的爱的生命 所以叫我们 不要争斗 不要为自己的权利去争斗了 不要去争斗自己这些好 有好 对自己有好处的权势 不要去爱那些 喜欢控制人的权势 他不断地教导我们 当我们信耶稣 信了一段时间 经常会听到的 是不是 听完 要学 常常教导我们 要学习 无条件地去爱 无条件地彼此相爱 爱就是与人 分享我们的生命 爱不是 你帮我挠背 我就帮你挠背 你与我打招呼 我就与你打招呼 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这不是爱 爱的意思是 爱就是说 我肚子饿了 你肚子也很饿 我们只有一碗饭 我们一起吃这碗饭 我记得我妈妈 与我说了一个事情 就关系我的 真外祖母的事情 在撰乱中 中国人是很贫穷的 在大陆的时候 她家庭是没有饭吃 如果日子好一些的话 就有粥吃 我的真外祖母 就常常呢 怎么样呢 有粥吃的时候 她就把我粥里面的些 那些最多的蟹 就给她的儿孙吃 她自己呢 就只吃一些粥水 来维生 后来 这外祖母因为 只喝了粥水 她身体太软弱 她就 有一次摔伤就离世了 我妈妈常常这么说 她说 田螺 田螺为子死 田里的那些田螺 为儿女而死 当我的真外祖母 这样做的时候 她是为了她的儿孙 牺牲自己 这真是爱 有一位 酗酒的老翁老伯伯 每天就是 就编一个草席 拿去卖 卖了就去买酒来喝 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到他那里 那个弟兄 关心他 就跟他一起 那个老伯伯就 自己编完了那个草席 就包括 拿了那个弟兄 弟兄的草席 一起去 然后卖了钱 就买了酒自己喝 然后剩下的钱 就买了面包 给这个弟兄吃 虽然这个弟兄 跟他编了三年 每天就只有面包吃 但他也没有说过什么话 当然他也曾经想过 要不要继续留在那里 但后来他继续决定 为了神的名字的缘故 为了帮助这个老伯伯的缘故 他愿意留下 有一天天使就向他显现 与他说就是 明天早上 明天 我带你离开这里 到了那天的时候 要离开的时候 这位弟兄 就与这个老伯伯说 请你留下 因为今天我要走了 天使会带我走 老伯伯就说 不会 太晚了 天使不会来了 这个弟兄 于是就与他解释 会来的 会来的 在解释的过程中 这位弟兄就睡着 离世了 这位老伯伯看到的时候 就在那里哭 他说真的很抱歉 在那些日子 我忽略了你 但是你忍耐 你在那里忍耐地帮助我 后来老翁就决定 不再喝酒了 他决定认真的生活 当我们听这个认真的事迹的时候 听这个事迹的时候 其实这个弟兄离世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三年多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用 他也不会知道 这个老人家到底会不会改变 去改戒酒 过盛成长的生活 他什么都不知道 在他离世之前 他根本就好像看不到 这个老伯伯生命的改变 但他仍然怎么样呢 继继续地帮助这个老庸 继续地为了神的名字 继续地去爱 无论结果是怎么样 他知道他需要活出神的爱 这种的生活 就是神的爱的生活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爱 相信神爱的全能 会影响人的生命 就依次在这中间 也看不到他会有什么改变的余地了 也不知道他将来有没有可改变的余地了 坐在那里 根本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看他的样子 仍然继续过去的生活 但是为了使主的名 继续地爱 活在神的爱的当中 用神的爱来继续爱 如果这样的说 爱是什么呢 爱不是一种 感受上温馨的感受 也不是情侣那种 开心的爱 或者好朋友的那种 谈天说地的爱 爱不是一种肥料 爱是一种效法耶稣基督 效法耶稣基督的 Agapi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 我们会怎么样呢 在那爱的当中 在Agapi 那个牺牲的爱的当中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继续去 承受世界的争斗 经历人间的冷漠 以宽恕面对侵犯 以善甚恶 以生命面对死亡 当神看见我们 发现我们 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 爱就成就 爱的全能 就发生在我们教会的当中 所以简单来说 爱是有全能的 爱是能够增加全能的 是会能够被自己所爱的人 比给其他的人 有生命的全能 所以我们生命的全能 是爱 它是蛮有全能的 它也希望我们能够效法它 同样的爱 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如果你是听话的话 你说主啊 是的 主啊 是的 隔壁的那些人 看他的样子 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变 是的 为了为你的名 我就继续地爱 是的 但是 还是很难 这是非常艰难的要求 怎么样呢 约翰先生就给我们宝贵的答案 他说 要记住 要记住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隔壁那个不怎么样 我们要爱他们 要知道 你现在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意思就是说 你透过神的恩典 透过神的能力 加能力给我们 给我们爱 所以爱 不是神 加给你一个额外沉重的要求 爱 给他爱的时候 是神释放你生命的可能性 当你爱的时候 是全能 你的生命 是蛮有神的能力 因为神已经做好了 神已经做出了爱出来 神已经去爱你们 神本身就是爱 所以这些是能够爱的人 这些能够爱的人 这些能够爱的人 他们是神所生出来的 他们是认识神的 他们是经历神的全能 就今天早上 想和曾经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去了解 就说 弟兄姐妹们 爱 爱神 不是真的那么艰难 是不是 爱神 应该都不会太艰难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做法就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是 对神做出 回应 对神的爱 做出回应 这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的声音 交出来交给神 就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 交到神的手里 这位神是什么 是以永远的爱 爱我们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或者我们 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失脚 但他会找回我们 他会用永恒的手 抱住我们 这就是福音的意思 所以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意思就是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 深愿你们都能够爱神 因为你们都是由神所生的 你们经历神的爱 所以你们会爱神 也深愿你们都能够爱人 因为你们都是神所生的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爱 是由能力去爱人的 深愿神静是一位 经历神爱的全能的教会 经历全能爱的教会 在神里有爱 有爱的全能 就让我们今天在主餐桌子前面 让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 我们一同的相信和赞颂 赞颂 我们说神爱我们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因为圣经这样向我们说 并且我们一起改建神 赞美神 我们说神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 你先爱我们 因为你先爱我们 生出我们 我们才能够去爱 去彼此相爱 主啊求你恩待我们 给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确实是被你的爱 降伏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同宣布 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一起宣布 我们来相信 你的慈爱 是永远长存 主啊怜悯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我与儿都能够去爱 因为我让你相机当中 你那时候 我让你感觉到 我感觉到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